小朋友帶來可愛的演出 青青幼兒園第五十一屆畢業典禮 在基隆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舉行 市長謝國良到場頒發畢業證書 與畢業生合照 也宣傳市府積極推動各項政策 讓孩子能夠安心健康成長 時間過得好快 院長怎麼又一年呢 我在去年的時候 小孩今天又過來 他有點害羞 不過他今天是大家來很開心 救了他一個同學 那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我們去年就坐在那邊看看小孩畢業 然後沒想到又一年畢業了 不過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送孩子到青青海 讓我們很放心 然後整個教學都 主要是孩子快樂 平安快樂 然後能夠在這邊長大 真的很開心 我們給我們的園長 我們的董事長 一個熱烈的掌聲 給你感謝 青青 青青等著五十一年來 一定盡心盡力 跟著社會上的腳步 一起來 更改我們教學的方式 我們現在的教學 都是很多都是戶外的 都是很活躍的一個教學 我想你的小朋友送到青青來 我們絕對不會服務家長的期待 那當然每年來到這裡 我就覺得我現在又老了一歲了 因為我的小孩是在青青是第三屆畢業的 那現在已經五十一屆了 所以真的是不簡單 畢業典禮中來了多位貴賓 包括前議長張芳麗議員 安樂區長簡易哲 立法委員林沛祥代表 還有民眾黨立委林國成 也特地來參加孫子的畢業典禮 林國成的女兒 台北市議員林真羽 也以姑姑的身份來觀禮 現場的氣氛相當溫馨 因為我是家長的家長 也就是我的孫子也是讀這家青青 所以我覺得今天畢業典禮 我們大家來第一個祝賀 那第二個來感謝青青 對小孩子的細心的照顧 學前前的他的這些各項的教育 青青幼兒園 我個人覺得值得信任 所以我很高興看到孫子畢業 看到青青每一年都這樣茁壯 我是覺得對於下一代是有幫助的 各位基隆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議員林真羽 今天北北基生活圈也要來支持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青青幼兒園 然後辦了畢業典禮 那其實我很榮幸 因為我的小隻子也在青青的照顧之下 然後學習了非常的多 然後不管是英文啦 然後跟很多的社交運動啊 我覺得其實青青都給了孩子們 很棒很棒的空間 青青幼兒園第五十一屆畢業典禮 今年共有三十九位畢業生 所有來賓都獻上祝福 期許孩子們在家長用心的陪伴照顧下 勇敢追夢 邁入另一個求學階段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請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